这焦点带您关心 民进长加速推进新竹县市合并 服务院展现高效率 总统蔡英文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 火速来到新竹 跟新竹市长林志坚合体 为阳明交通大学产学创新研究学院揭牌 揭牌 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 亲自为阳明交通大学产学创新研究院揭牌 因发展性质牵涉半导体 显见相当重视 产学更紧密合作 一起国际布局 一起打半导体 还有高科技产业的世界杯 学校要合并 讲到地方政府要合并 也刚好合场面需要 也刚好合他的需要 苏贵也不必会展现绿党政高层 才刚抛出竹竹升格议题 就安排和新竹市长林志坚 在新竹合体不是巧合 活动中苏贵频繁和林志坚交投接耳 难道在为党内外质疑因人设事的杂音想解决办法 非常有必要来让我们这一个竞争力加强 足足的合并党派个人的考量 那是太偏狭 同时也太低估了 而被点名一带角逐第一任大新竹市长的林志坚 则与台北市长柯文哲隔空交货 不要为了一时的选举 然后去搞这个 像这个就很明显的政治操作 那干脆全部就 就小英全部指定姓市长就好了 柯市长应该要有同理心 应该要理解 家乡新竹人的一个期待 不要让大家心寒 现阶段应该要先得到这个立法院委员们的共识 府院高效率展现竹竹升格势在必行 林志坚是否再选2022 看来只欠东风 记者张仁泉 刘卫成 SNG小组 新竹报道